民国初年的外交呢 陆真祥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1912到1913年间呢 他是主要担任外交总长的职务 辛亥革命之后呢 袁世凯担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南北统一首都就定在北京 袁世凯呢 由于在热战争期间就认识陆真祥 对他非常的赏识 辛亥革命期间呢 陆真祥跟袁世凯中间呢 有过一些关联 所以他会领衔啊 要清帝退位 赞成共和啊 跟袁世凯的授意应该是有关联的 但这没有直接证据 不过大致是如此 所以袁世凯呢 很快的就任命陆真祥 作为第一任外交总长 所以现在到底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到底是谁 曾经在台北的外交部 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跟当时的外交次长 沈吕荀 坚持 应该是陆真祥 我们认为那个孙中山任命的 南京临时政府的王宠会 那个外交部长 那个因为没有得到世界各国承认 而当时真正的外交交涉 也都是北京在办 所以陆真祥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总长 所以当时沈吕荀也同意了 所以我们后来呢 在公共电视台就拍了一片 就是有关于陆真祥的一部纪录片 所以我觉得陆真祥更重要的是 他是真正的改革建立外交部的人 因为原来呢 那清政府是外务部 清帝退位之后呢 仍然虽然改名叫外交部了 但是所有的规制跟人员 都还是外务部的那些旧的东西 那陆真祥上任之后呢 是大力的改革外交部 他为了要改革外交部呢 他在回到中国之前 他原来是住荷兰公寺嘛 他从荷兰经过比利时 再到巴黎 考察比利时 尤其是法国的外交部的组织 跟规章 然后再坐西伯利亚的火车 回到中国 所以他在改革外交部的时候 就以法国外交部作为蓝本 来改革当时在北京的外交部 但是由于他跟袁世凯的关系 比较密切 而当时的临时参政院 跟后来的国会里面呢 这个国民党的议员 在多数 而国民党的议员呢 基本上对袁世凯呢 是非常的敌视 而陆真祥常常就被认为是 原派的人物 所以基本上也经常 在议会里面受到这些国会议员的羞辱 所以让他经常痛不欲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陆真祥这个时候在1913年5月 刚刚回国 刚刚接任外交总长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就是袁世凯 当时还是临时大总统 各国呢 要求各样各式各样的条件 不愿意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 美国呢 当时总统威尔逊是决定先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当时是由美国使馆的代办 魏里 率先承认中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所以当时陆真祥 我们可以看到 到当时就是一派欧洲绅士的样子 这是当时1913年5月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所以陆真祥说他要改革外交部 袁世凯同意了他三个条件 可是我们在那个罗光的书 还有很多报纸上的说法 三个条件呢 讲的都不太一样 那我依据陆真祥自己的文书里面 自己说的 那他说的应该是最权威的版本 他说呢 三个条件呢 他当时开的三个条件是这三个 他说呢 第一个 他懂法文但不懂英文 所以他要找一个懂英文的颜慧庆 来当外交次长 袁世凯答应 然后第二个 他说他不教条子推荐人 但是他也不接受别人向他推荐人 他外交部的人士 完全要用专业的人士 袁世凯答应 第三个 他说要给他住在这里 他要住在外交部的迎宾馆 就这栋房子 在今天的东堂子胡同里面 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 变成中国外交部的宿舍 然后但是大门还留着 在清朝末年的迎宾馆 为什么要叫袁世凯把这栋房子给他住呢 因为袁世凯当时就住在这里 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时候呢 就住在这栋大楼里面 所以等于袁世凯呢 后来就搬到了中南海去了 然后这栋呢就给陆正祥住 陆正祥说他为什么要这栋住呢 因为他是一个爱妻家 他非常疼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呢 当然都是在欧洲生活的 那北京当时有这个欧洲式的房子 倒也不多 只有这栋呢是最摩登 所以当时他要这栋房子 主要就是要给他老婆住 所以我们在那个陆正祥的文书里面 可以看到他一些自己的私人的一些想法 蛮有趣的 所以基本上面呢 袁世凯答应了他这三个条件 最重要的袁世凯答应就依据了 法国外交部的制度 改革北京的外交部 建立了各式各样比较合理的组织 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制度规章 我们看到他制定的办法里面 甚至于有每天上下班的时间 要准时上下班 然后呢 预算要怎么编列 报章要怎么报 那些表格规制 他都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 要求来做 最重要的是他用人啊 一定要经过考试 你不懂外文的 不懂国际法人 不准进外交部 所以他把当时外部里面所有的人呢 全部都考核一遍 不合资格的都剃掉 所以我算了一下 我有一个研究生张奇显 写过了这一段期间 他怎么考核外交部 怎么用大概剃掉了百分之六十的人 留下不到百分之四十的人 留步办事 另外呢再从其他的部会 找一些有国外经验的懂外语的人进来 所以组织了这一个新的外交团队 而且不接受任何的人事请托 你任何人递条子来 他都不收 因为袁世凯答应过他了 他也不向各个部会去推荐人 所以外交部呢 当时就变成了民国初年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最专业 素质水准最高的一个部会 也让北洋时期 中国外交官的水准啊 在世界上面 也都是薄负盛名 所以在北洋时期的 中国外交官的表现 在很多国际会议里面的表现 都非常的专业 甚至于在很多地方呢 都能够压倒日本的外交官 所以日本呢 我在看到日本的一些档案里面 有过这样的说法 日本人很自豪地说 我们什么事情都赢中国 唯一遗憾的就是 我们外交官的表现 一直不如中国外交官 甚至于还有这种说法 如果当时中国各方面的表现 都像中国外交官表现这么好的话 中国早就是世界第一强国了 所以可见当时 北洋政府时期的 中国外交官的表现呢 一般说来评价是蛮高的 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呢 就是陆正祥 在1913年改革外交部的时候 是用了当时的 最严苛的标准 最好的制度 跟用人的方式 而且引进培养了一批 相当优秀的人物 所以他在抗战初年的时候 他在修道院里面 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曾经很自豪地说 今天中国驻外的 这二十几个公使大使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以前 在外交部里面 培养训练出来的年轻人 他非常得意地这么说 所以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呢 他培养这个团队啊 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 所以后来的北洋的一些领导者 大部分都尊重外交部 不会去干涉外交事务 重用这些职业的外交官 只有在最后张作霖 主政的那两年期间啊 张作霖是硬塞进去了几个人 所以陆真祥对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的痛心疾首 但不管怎么讲 这个北洋外交团队 这是陆真祥改革外交部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到了1913年10月呢 各国都承认中华民国了 所以当时陆真祥呢 也在后面 这旁边有陆真祥在这里 然后这个顾维军在这里 这张照片 这是正式大总统 跟各国代表团 北京的外交团的一个照片 我另外一个学生 吕胜华就考证出来了 这个照片里面的 谁是谁谁是谁 写过一篇专门的论文 外交史的照片考古学 当时陆真祥担任外交总长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交涉呢 就是中俄外盟交涉 因为外蒙古呢 这个俄国实力逐渐进入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呢 俄国就已经派人到俄国去了 蒙古呢 王公派人到俄国去 想要脱离中国独立 辛亥革命给蒙古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辛亥嘛 刚开始就是汉人要建立一个 民族国家 所以蒙古人呢 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中国 他们认为说 他们跟中国的关系 是因为清朝的皇帝 清朝皇帝对他们有大恩 他们跟汉人没有关系 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 他们要脱离 所以外蒙古呢 就在俄国的自治之下 宣布独立了 那袁世凯呢 就派陆真祥跟俄国交涉 要外蒙古撤销独立 所以陆真祥呢 他当时因为刚刚从俄国回来嘛 他是住俄公使 他回国之前就已经跟俄国的外交部长 谈过这件事情 外交部长也口头承诺说 这件事情俄国会对他 会稍微的友善一点 所以跟俄国谈判的时候呢 他跟俄国达成了一个草案 其实已经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主权 名义上俄国还是承认中国的主权 但是呢 中国在很多的商务条件上面呢 对俄国做了比较大的让步 所以陆真祥费尽了千辛万苦签了这个约 但是送到国会去的时候 被国民党议员呢 不批准 陆真祥悲愤的几乎要自杀 最后呢只好辞职 辞职之后呢 最后呢 是由孙宝奇担任外交总长 然后陆真祥在旁边协助 最后签成了一个中俄声明文件呢 其实比陆真祥签的那个草案呢 已经退让很多了 中国在外蒙古呢只能够维持宗主权 这是陆真祥一生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对这个国会啊 尤其国民党议员的表现啊 他是非常的不以为然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所以陆真祥经过了民国元年二年的 这个经历 这时候他41岁到42岁 由驻外公社外交总长 甚至于呢 还在唐少怡辞职 当时之后担任过国务总理 基本上已经等于是宰相的地位了 所以他可以他自己说这是中年 平地一生雷 平步青云 他小时候哪里知道他会担任宰相 但是呢他也是觉得说 在这两年中间啊他也遭受到了这种弱国外交 还有国内的各式各样的派系斗争 尤其是国会里面的这个革命党的一些宣传污蔑扭曲啊 他自己真的是痛不欲生 甚至于想要自杀 这一年的金星动魄 政局动荡 外交交事啊 身心俱疲 所以他在1913年年底呢 这个二次革命结束之后 袁世凯算是政权巩固了 陆真祥就携了他的夫人回到比利时去休假 休假 当时也有一个说法 说他是准备1914年的第三次海洋宝和会 再下来呢 我又写了一张是陆真祥跟一战外交 这也是陆真祥贡献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结果陆真祥到了欧洲 因为他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曾经在瑞士 在罗加诺这个地方 买了一个小房子小别墅 他常常到那边去休假 度假 休养身心 因为他身体很弱 他的脑跟胃都有问题 结果他在欧洲呢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他的岳家 还有在瑞士之间呢 休养 结果没有多久呢 欧战爆发了 欧战爆发之后 这个马上 袁世凯是宣布中国中立 但是日本呢 马上要出兵山东 进攻焦州湾 对德宣战 对外交涉突然紧急 袁世凯一个电报 马上把陆真祥呢 从欧洲召回中国 所以陆真祥很快的一个人 老婆没有来 他就一个人 从这个西伯利亚铁路赶快回到中国 一回国之后呢 马上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马上跟日本 进行二十一条交涉 过去都说二十一条交涉 是国词啦 上权入国啦 袁世凯呢 为了称帝啊 以这个国家利益啊 答应日本二十一条 各式各样的条件 上权入国啊 换取日本 支持他称帝 可是最近的研究成果 对于这个说法啊 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质疑 我们看到陆真祥在交涉期间啊 可以说是寸土必争 跟日本呢 是可以说是坚强的顽抗 背后阻止的当然是袁世凯 每个礼拜一三五呢 下午开始谈判 谈判完了之后呢 会一路马上送进总统府 袁世凯马上用红笔批意见 然后呢 这个隔天再谈判的时候 就依据袁世凯的意见 再跟日本争 然后陆真祥呢 则用各式各样的技巧 拖延 然后呢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跟日本距离力争 由于陆真祥有国际声誉 所以日本代表对他 也不敢太过于 这个超越礼 所以这是当时交涉 后来在签约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陆真祥呢 在中间 中国这边的中间的代表 然后旁边呢 是他的助手 是外交次长曹汝林 这翻译司旅本 日本方面呢 是日本的公使日之役 日本的参战呢 小凡游击 那日本方面的翻译呢 高伟亨 这张有名的照片 签署民事条约的时候的照片 那再加上日本方面的 京都大学的奈良钢聪制呢 他在2015年 就是21条交涉 100年的时候 也写了一本书 他在奈良钢聪制的书里面 也认为说啊 这个交涉 日本方面呢 其实也是不成功的 而日本方面呢 当时的外相 就外务省大臣 加藤高明呢 自己呢 也认为 这个21条交涉呢 是世纪之施政 日本方面也认为不成功 最后是在 陆真详 袁世凯的顽抗之下 泄露机密 给其他的列强 把第5号的内容泄露出去 所以日本收到了 英国方面的抗议 美国方面也表示不满 再加上 袁世凯运用民意 抵制日或 反日宣传 再加上日本本身的 大政民主时期的 政党内阁 跟元老之间 有一些心结 在这些因素的 集合之下 最后等于是 日本在最后通点里面 把第5号 主要的条款都撤掉 所以最后签署了 两个条约 13件换文 所以基本上面呢 日本方面呢 也认为 奈良刚也认为 其实这是一个 代价过高的胜利 日本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利益 但是引起了中国跟列强的反对 尤其中国民意 从此以后激烈反日 陆真祥在谈判里面 其实表现得相当好 绝对跟过去所谓的上权入国 大概是有蛮大的差距 而且陆真祥呢 建议袁世凯 山东要收回来 唯一的机会 就是中国将来要参战 所以当时呢 袁世凯就组织了一个保核会准备会 战争结束之后 原来是要参加第三次保核会的这个准备会里面呢 后来就改为 讨论怎么参与战后的和会 里面的各式各样要提的条件 还有中国的一些论点 都有陆真祥担任保核会准备会的主席 来筹备国际法上的研究 后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里面 各式各样的很多的论点 过去说没有准备 都是顾维军 个人的这个才学 及袭演讲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论点 顾维军的论点 很多都是当时保核会准备会里面的准备 还有不少论点 其实上次美国代表团提供的一些法理上的意见 而21条交涉完了之后呢 红线地质随即展开 所以革命党呢 都想当而而的说 你看就是21条交涉里面 上权入国 换取日本支持称帝 事实上我在红线地质外交这本书里面 基本上是反驳了这个说法 红线地质会失败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日本 视袁世凯为劲敌 用尽全力 要把袁世凯 把他除掉 所以袁世凯最后在死前留下的 晚年 治晚年里面就说 他的死呢 为日本去以大敌 那在红线地质期间呢 陆真祥都是袁世凯的最主要的助手 尤其呢 他被袁世凯清点为 担任袁世凯的国务卿 如果袁世凯地质成功 那么 陆真祥 那就真的变成宰相 就担任国务卿了 但是事实上 袁世凯的红线外交里面 他的秘密外交的部分 陆真祥并没有参与 因为陆真祥是国务卿 他是统筹大局 真正的秘密外交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曹汝林在主持 我看到对日外交主要是他 那对英的外交 对美的外交呢 也另外有人 陆真祥就是在中间主持一切 这是当时呢 红线帝制的时候 在1916年去曹贺的时候 结束之后 这些人穿着礼服 红线的众臣们 在今天的中山公园啊 这个地方里面大家的合照 这是司法总长张忠祥 国务卿陆真祥 这个应该是农商总长 周志祺 这是应该是内务总长 朱启钱 这应该是交通总长 曹汝林等等这些人 陆真祥一直认为 袁世凯是个人才 中国要强大 应该是支持袁世凯 所以他愿意去辅佐袁世凯 他自己虽然不喜欢帝制 但是我觉得 他更觉得民主共和 实在是不适合中国 他经历过民国初年的 那些国会议员的 飞扬跋扈 在那边动摇国本 只要能够把政敌干掉的 那些手段 他觉得这个实在是不行 他宁愿支持一个强人 袁世凯 来让国家强大 但是他眼睁睁地看到 袁世凯被日本人搞死 国家分裂 非常痛心 所以奈良刚冲置 在他那本书《二十条交涉》里面说 二十一条交涉是远东外交的转变 关键期 那我认为真的 转变应该是在红线帝制时期 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只取得了表面的胜利 那袁世凯推动帝制的时候 日本曾经干涉 结果因为英国不能支持袁世凯 让袁世凯的参战案功败垂成 然后英国又不得不跟日本妥协 让日本取得了远东的外交主导权 所以日本最后支援所有中国的反援的势力 包括护国军孙中山 蔡厄梁启超 都受了日本的支持 最后终于把袁世凯搞倒 最后袁世凯在1916年6月6号病死 所以对日本除去了 他们在远东称霸的最大的障碍 所以从1915年1月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 到1916年6月 袁世凯失事为止 中日激烈交锋一年半 日本除去了幸福大患袁世凯 而在交锋第一线的 基本上就是陆正想 所以陆正想过去都被认为是 红线的余孽 都是袁世凯的帮凶 二十一条交涉失败 但是今天看起来 好像这样的说法 对他也不完全公平 感谢观看